OK,那那個上個禮拜的話,基本上是第六次,今天第七次了 所以再來的話,等於是有點像那個下半場了 OK,那就是難度就會越來越再提升一點點 那後面的那個,可能基本上就比較不會用到那個Credit Table的這個物件了 為什麼?因為這個物件有它的限制 這雖然很好用,但問題是它對於那像Json或者像XML 其實就是會有一個瓶頸,OK 因為基本上的話,你要去抓那個像那個Json的格式 一般叫做API或者叫Web API 反正現在網路上交換資料很多時候都用到Json格式 所以如果後面有時間的話,各位可以自己再到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稍微看一下Json跟XML 然後再來的話呢,主要是針對那個網頁的部分 那網頁難度就更高 因為我們前面有講到有關那個大樂透部分 那只是因為有Credit Table的關係 可是Credit Table它有一個限制 第一個的話就是它一定是那個網頁 它的表格是放在那個Table裡面 也是標籤裡面是那個Table的一個這個標籤 當然如果說像那個什麼Yahoo股市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DIV DIV的話那就沒辦法用那個Credit Table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用Credit Table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想用其他的方法 那在那個CVBA裡面的話,常用到的 一般就是會把它的原始碼全部抓下來 OK,所以第一步啦 要怎麼樣把 那裡面的話有那個所謂的HTTP的那個相關的物件 它可以直接把原始碼抓下來 那再來呢,再利用那個像HTML file物件去解析 解析 那解析的重點其實還是在標籤啦 或者是類別 找到那個標籤 它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把它裡面的內容抓回來 OK,所以難度喔 基本上就會增加非常非常的多啦 OK,所以如果時間的話 你們可以針對那個網頁上面 尤其你比較有興趣的網頁可以做一些練習 那當然如果是表格,那OK 就Credit Table沒問題 不過Credit Table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編碼方式喔 假如是UTF8好像也有問題 UTF8如果抓下來的話 那它會是RAM OK,所以可能它轉碼 這比較麻煩 所以啊,它下一代的就Credit物件 這個可能也許試試看嘛 不過可能還是需要新的版本 如果你是ECL 不是最新的那個2019年以後的版本 也沒有Credit物件 也沒辦法用啦 那所以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Json 所以待會請各位開啟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的第二有沒有 等於是2的那個 匯入Json格式資料這個單元 那這個單元的話呢 我在上面呢 有稍微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這個說明 你們也可以Google 查一下那個 就是維基百科啦 其實裡面也有喔 那這個Json的話呢 其實它的全名 那你可以看得到喔 它前面就是JavaScript 這個JavaScript的話 其實喔 最常被用到的是 網頁上面的一些程式 那不管是前端啦 現在也有後端的程式 也用到這個JavaScript 所以其實JavaScript 這語言其實非常的夯 然後用到的機會也非常的大 那 可以想見 簡單講起來啦 其實它就是什麼 一個 交換資料的一個格式啦 那這個格式的話 你想說 那我們不是用那個 CSV就很好用了嗎 那為什麼一定要Json 當然喔 其實它的主要構想是怎麼樣 直接喔 就把它當一個物件一樣 所以喔 如果Json拿到那個 像Java JavaScript 或者上Python Python也可以把它直接引入喔 因為在Python裡面也有一個資料格式 叫做Ditional字典 也是一樣直接可以把Json格式引用進來 那 在VBA裡面喔 就是有個限制 就是它沒有剛好的資料格式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它好像內建也沒有內建的格式 內建的物件喔 可以直接轉 所以喔 Json在VBA上面的處理 相較於 對於 剛剛講的那些語言來說喔 會 比較 麻煩一點 不過也不是非常麻煩 後面我要講 怎麼樣做 在VBA裡面會比較簡單 的一些方法啦 那 這上面的說明 也許你們自己再會看一下啦 其實 欸 主要就是一些理論 大概知道一下 那我這邊有做一個比較表喔 當然副檔名第一個喔 CSV跟 點Json JSON OK 那第二個的話 文件大小喔 你會發現喔 CSV的好處 它分隔欄位很簡單嘛 欄位名稱就在最上面 有沒有 然後 分隔用豆點 還記得吧 有沒有 CSV 那尾巴一定是換行 那可是 Json就不是長這樣喔 它其實 還蠻複雜的喔 那 待會我會舉一個例子 你說它長什麼樣子喔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話啦 底下這邊就有一個 PM2.5的範例的網站 那你可以點進去 這個是行政院環保署的光 這個提供的資料喔 那底下的話 除了CSV格式之外 它還有提供Json 然後還有提供XML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次喔 同一個範例做三種不同的練習的話 這個其實就夠了 那首先當然CSV這個不用講 Json的話 當然你可以檢視一下資料 那這邊一樣有一個資料連結 那點擊進去之後的話 理論上呢 它有可能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跳一個網頁 就是直接把Json 直接在瀏覽器上 直接就開起來了 第二種的話就下載一個檔案 這個的話它提供的就是一個連結啦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結構的話呢 開頭的話是一個大瓜糊 然後裡面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它前面的 冒號前面喔 有沒有通常你會發現喔 在大瓜糊裡面喔 就會分成Key跟Value 所謂的Key的話 就是前面的 類似像編號的東西 那冒號後面的話就是Value 也就是哪一個Key對哪一個Value 然後它是一組的喔 那另外的話呢 你還看到中瓜糊對不對 中瓜糊的話跟大瓜糊不一樣的地方 中瓜糊的話實際上有點像一個陣列 不過在那個Python裡面叫串列啦 反正裡面就放一個一個的東西啦 中間一定會有豆點 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放的裡面的第一個資料 那它在這個串列裡面放第一個資料 就放一個什麼 又放了一個大瓜糊 大瓜糊其實在Python裡面就字典 然後你會發現喔 光看到這個格式喔 就跟那個CSV其實有天檔之別 而且底下還有一堆的Key 還有一個Value 其實我們要抓的資料喔 其實基本上就在這裡啦 叫recourse的一個key 然後裡面的話就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那個串列裡面的話第一筆資料 你會發現就是 它其實是有幾個欄位呢 總共有五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就是側站嘛 賽車 第二個是哪一個縣市 第三個是他PN2.5的數字 第四個應該是偵測日期吧 OK 第五個的話就是單位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它這個資料很妙喔 這邊有一個key value 後面的話 你會看到key又重複了value key value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的key都一直重複 但value沒有重複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筆資料 有沒有 那你想說如果放excel的話 有沒有就是一列嘛 一二三四 橫向的但他放重的有沒有 一二三四五 然後下一個就是富貴角 一二三四五 有沒有 然後再賣了一二三四五 可是呢 在那個 這個json的話 他就是不是這樣放 所以喔 這個對於我們 要解析的話 其實還真的不太容易 而且你會發現喔 光這些一大堆的符號 前面有些是不要的 有些是要的 那變成你要去解析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 那個json的格式 那所以呢 比較 你可以大概兩者比較一下 你會發現喔 相對之下 CSV檔案應該會比較小 為什麼 這個單位名稱 只會放一個 最上面 第二個的話呢 他中間要逗點就好 分隔就好 可是你會發現 json他很多都重複 所以相對 他檔案 同樣的東西啦 檔案一定會比較大一點 那相較之下 安全性的話 可能json有時候不太安全 比較容易被存取 那相對的話 擴充性的話 當然喔 在網路上面很多API 其實都是透過json 去做串接的 所以 以目前來看喔 如果你假設 要用在網路上面的一些資料交換 很多時候都用json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不會json的話 那可能會是個問題 也許人家會提供給你個API 就是json 如果你不會解析 那也沒辦法用 OK 那相對的也有可能一種狀況 就是 人家將來需要API的時候 也會希望你提供的是一個json 而不是一個csv的話 那怎麼辦 你說喔 這個我可能要想想看 對不對 所以呢 怎麼樣 在VBA裡面去實作這些東西的話 可能都蠻重要的 OK 那底下的話呢 什麼叫json 這個我想 大概就理論 所以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json的話是API的首選 以目前來看喔 有點像後期之秀 很多的資料 以前可能會用到csv 但是慢慢的喔 可能都會把它轉成json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第一個在網頁上面喔 很容易做資料交換 因為javascript直接就把它變一個物件 那需要存取哪一欄 哪一列的資料 就會相當簡單 OK 所以底下相關的資料 其他的話 我們後面還會提到有關xml 這個可能也再會看一下 xml 那主要就是三種 目前最常被用到的資料型態 那我底下的話 有舉了一個例子 因為剛好pn2.5這個範例呢 剛好它三個都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練習三個的話 像xml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點開來 這個xml 那格式的話呢 它這個就下載 有沒有 那你可以把它打開 那我是建議喔 如果你的電腦裡面呢 假如沒有一個軟體叫 Nordepay++的話 我是建議可以裝一下 因為如果有按右鍵 其實就可以去直接開始 如果沒有 我是建議 你用瀏覽器開也可以啦 所以我的習慣是 如果沒裝喔 我就拖拉到哪裡 拖拉到瀏覽器的最後面這邊 把它放開 它一樣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xml打開 那你會發現xml 它這個file檔案的話 從這邊下面開始看齊 那你會發現喔 xml其實比較像一個樹狀結構 那樹狀結構的話 最底下的這個 這顆樹的根喔 其實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這個名稱 OK 啊名稱不一定每次都一樣喔 所以你要取什麼名稱 這可以自己取的喔 那展開之後的話 有點像樹 有沒有 樹枝 有沒有 樹枝延伸出去的話 就一個一個的樹枝啦 那你會發現這個樹枝的話 它叫做data data裡面的話 又有樹枝 樹枝又可以延伸出去 又有樹葉嘛 樹枝有沒有 所以它的結構是一層一層一層的 那底下的話 一樣一層一層一層的 不過也是同樣的問題 你會發現喔 它的欄位名稱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個啦 size 但是呢 它每一個地方都重複 而且標籤有沒有 每一個地方都重複 那中間的value 就是夾在什麼呢 一個標籤的頭 一個標籤的尾 OK 那這個是xml 一個基本的一個結構啦 大概有一個概念就可以了 另外的話呢 為什麼叫xml 你有沒有發現 它跟那個什麼呢 html 為什麼結尾都是ml呢 其實跟各位講 對 它們之間是有關聯性的 那所關聯性的話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叫x x的話 在這裡的話 它的英文的名稱就是extend extend的話就延伸的意思 那所謂的延伸就是說 其實它跟html 有類似的做法 就是標籤式語言 有沒有發現 它的開頭 也都是小於開頭 那結尾的話呢 一定是小於斜線 然後結束這個標籤 那差別只是說 那個html裡面那些標籤 都是定義好的 也就是說呢 有一個基本單位 反正基本的一個基金會 基本上就是固定就是這些 我們公固版本就不能變動 標籤都固 比如說table 這個一定不能變 但是xml的話 因為它有延伸的作用 所以那個名稱都可以自己取 有沒有 比如說我今天要一個什麼 一個側帳 那我自己取一個名稱叫Size 這個就是我的標籤名稱 是可以自己延伸自己取的 所以這個 所以它的關聯性感覺好像 跟那個網頁其實有那麼一點關係 OK 大概知道一下 有這個延伸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 就到重點了 第一個的話 你們待會兒先看一下那個pn2.5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那個jason的格式 那當然第一個各位可以看到 打開來之後 哇這個 這個資料是真的看的蠻痛苦的 所以 早期如果沒有特別跟各位講 有一個我覺得蠻好的工具 就是叫jasonedit 因為你光看這些 你真的看的 有點一頭霧水 OK 而且這些資料 它放的位置其實也蠻錯亂的 所以未來 我是建議如果你要分析那個jason格式的話 可以利用一個工具 叫做什麼jasonedit 這個網址 如果你實在是 找不 或者你可以記一個關鍵字 叫jasonedit jason json 然後edit 也就這一個 edit 這個 點擊它就可以了 那這邊就會出現 那其實 為什麼會特別用這個 主要就是說 因為你要解析那個 了解那個jason的這個檔案 其實真的不太容易 那 所以如果有個輔助的工具的話 就可以幫助你很快知道說 你要抓的資料在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key 因為它一定是哪個key 抓後面的value 那這個value裡面又有一些結構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 可以先到jasonedit 那我教各位 以後如果你要快速的解析jasonedit的資料的話 那我建議可以用jasonedit 這個 不用安裝嘛 反正你就記得它是一個雲端的位置就好了 二的話呢 請你找到像剛剛那個有沒有 就是這個pn2.5的這個jason的格式 就這一個啦 你把它點開來 那假如說你要解析它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全選 Ctrl-A 全選Ctrl-C 然後呢 就直接怎麼樣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jasonedit 我把它移到這邊來好了 這個都跳出來 OK 然後呢 先把它全選Ctrl-A C 然後在這邊 把左邊這個部分喔 清掉了 然後Ctrl-V就可以了 貼上去 那其實貼上去之後的話 我是覺得我用它用蠻習慣是說 它貼上去雖然是文字對不對 你可能看的 至少啦 不過貼上去第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顏色至少會比較有一點點錯落了 OK 但是第二個喔 你可以發現上面有好幾個標籤 預設是test對不對 這個時候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一顆樹 樹狀結構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用的 你可以切到tree 也就是說一個物件有沒有 物件的一個結構 等於有點像一顆樹啦 然後如果說你要收折 上面不是有那個一個三角形對不對 這個時候是 這個時候打開 那你再按一下 就是收起來 所以喔 如果你把它貼上去之後 要怎麼觀察它 你就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一顆 一顆這個jackson的樹 那這一顆樹裡面的話 它跟你講說 喔 你這一顆樹裡面喔 它放了十個key 十個key的話 等於是十種的資料 所以你把它點開來 你會發現裡面就有十個key 那十個 分別就是fills fills欄位嘛 這個 這個應該是什麼 一check 這個 這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不過有些 這個是它的key 這個不重要 那這欄位 這個如果不要的話 你也不用打開 那主要就是說 你要找到你要的資料在哪裡 其中的話呢 最重要應該是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recourse的key 那你可以把它打開 那後面其實跟你講說 它裡面有77個item 欸 意思是什麼呢 它這個recourse的key裡面喔 有放了77筆資料啦 那77筆資料 你如果把它打開來的話 你會發現 它又會有一個結構 有沒有 前面的話就是0 1 一直到應該是77到76啦 不過為什麼它前面沒有key喔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邊是中刮符 中刮符的話呢 不像大刮符 大刮符前面一定是key value 所以你們可能要再注意一下 前面到底是什麼樣的刮符 OK 然後呢 每一筆資料結構是長怎麼樣 打開來就可以了 有沒有 它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分別去解析它 其他好像它這邊有多一個新的功能 叫table 我不知道這個table好像後來加 之前好像只有這兩個而已 table的話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表格嗎 對 對 這是 這是新的功能 以前好像我在教那個 因為教python也是用這個 有沒有 可是教python的時候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jsonedit我覺得 滿好還會進步 所以這個標籤是新的 它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一棵樹 當然我們理解資料其實還是用表格 是最容易理解的 所以為什麼 也是有這麼受歡迎 對 你這給他給人家看 一般的使用者 光看到頭都暈了 可是如果你給他看表格的話 哪一個表格 所以 不過你還是要知道說 我們放哪個key裡面 所以json第一件是 他可能會給你很多key 你要知道哪個key 是你要的資料所在的位置 因為我們剛剛看的是在recourse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recourse的key 後面有告訴你說 它裡面有多少個項目 其實多少筆資料的意思 你就可以點開edit 它就秀出來了 OK 在這上面還有多一些功能 這應該是排序吧 sorts 這應該是篩選 這個應該refresh 這個n 它還可以復原 所以好像還可以再做一些修改資料 OK 那至少啦 透過那個json editor 去了解那個一個json資料的格式的話 對於你將來在抓資料 我覺得會有直接的幫助 OK 待會跟各位講 怎麼抓會比較簡單 那請各位先稍微玩玩看這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